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姑姑 上周 WWDC 苹果发布了最新的手机操作系统 iOS 16 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做了升级 到现在也已经使用一周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iOS 16 的各项升级 以及作为重度裹粉的我实际使用体验究竟怎么样 首先最一目了然的升级当然就是锁屏了 iOS 16 的锁屏可以说是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大变化 那之前的锁屏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还真别说 用了一周 iOS 16 之后 我现在回头看 iOS 15 的锁屏就觉得 这个时钟的字体是不是有点不好看 这个字体这么写之前都没有人吐槽吗 OK 那我们收回壁纸 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的壁纸 你可以自定义的空间变大了 直接从锁屏上预览到的信息也变多了 通知也从以前的这样变成了现在的这样 然后现在是可以收回去的 但以前这个就不能收 你只能点清除 那对比 iOS 15 的锁屏 你基本上只能从上面看到时间 日期 周级 然后可能一些通知 但现在 iOS 16 的锁屏非常类似于 Apple Watch 的表盘 就是现在你可以自定义 添加很多你想要的复杂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锁屏 你可以看到今天是周四的16号 然后满月 16.52分 然后这里是今天的一个温度范围 最低温度23度 最高温度35度 现在此时此刻是34度 非常的热 然后这里是一个世界时钟 我设置的是温哥华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功能对于一些异国链的小伙伴 或者在国外留学的同学 包括你们的家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 设置好了之后 你只要拿起手机 就可以看到目标程式的时间了 也不用算时差 非常的方便 当然这个位置你是可以更改的 但是你如果直接点击它 会跳到世界时钟里 然后这里是你之前已经关注的 几个不同地点的时间 但是问题来了 就你外面显示的时间 其实和你这个世界时钟里面 关注的地点的时间 包括排序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世界时钟 第一个是弹香山 然后是温哥华 然后是北京 但是我可以让我的锁屏上面 它直接出现的是温哥华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想修改它 正确的步骤应该是这样的 长按你的屏幕 进入修改锁屏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这里的自定 点击这个世界时钟 然后它会变成灰色 就相当于被选定了 这个时候你再点一下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 填入你想要的时间 比如说我填弹香山 然后它就会出来 你选择它 它就变到弹香山时间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点击空白处它会退出来 记得一定要点击 右上角的这个完成 不然的话它就不会保存 点击完成 那这样就修改好了 当然锁屏界面的其他复杂小功能 修改方式也是一样的 都是长按屏幕 然后进到这个界面以后 你点击自定 比如这里 如果说你不想要温度 你可以点这个简号把它删掉 然后在这里添加这个电量 然后如果你是运动达人 你也可以添加一个运动圆环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有运动 我还是把它去掉吧 那这一排 你总共是可以放4个1乘1的小组件 或者2个1乘2的小组件 或者也可以1个1乘2的小组件 加1个1乘1的小组件 或者是2个1乘1的小组件 它们的这个位置 也是可以随便这样的拖拽的 你想放在哪里都可以 想把谁放在前面都可以 反正组合方式非常多 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再往上吧 这个时钟也有非常高的自定义空间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字体 然后包括是颜色 你也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调节它的饱和度 甚至你可以把阿拉伯数字改成 阿拉伯印度文 或者是天成文 当然这两个我都看不懂 所以我还是用阿拉伯数字吧 最上面一排的这个日期 如果说你不想让它显示日期 你也可以把它改掉 你可以让它去显示你今天健身情况 或者是提醒事项 包括天气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现在多少度 你在什么位置 然后降雨概率 紫外线指数 等等 同样在这个自定义界面 这个壁纸是emoji的 所以说左下角有一个emoji的表情 你点进去 就可以更换现在的emoji 比如说我想要把它们删掉 然后我想放一个白色的爱心 放一个蓝色的爱心 再放一个黑色的爱心 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左右滑动 可以选择emoji的不同排列 像这个就是大小这么一个混合的排列 然后这个是中号 大号 小号 和转圈 右下角还有一个三个点 点进去是可以选择背景颜色 比如说我现在选的是蓝 白 黑 感觉这个颜色不太合适 我可以选择一个蓝色 然后把它调到非常的淡 或者非常的深 然后你也可以点击这里 去进来自定义选择颜色 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比如说我想要个紫色 然后调到非常的深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背景颜色 其实做的可以说是比较精致了 无极调色 没有什么毛病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颜色 然后在下面选择它的饱和度 基本上可以说你能通过它去做出一个属于你的 独一无二 你喜欢的背景颜色 如果说你想更换主题 现在你在iPhone上的操作 也可以说是和Apple Watch同步了 你只需要在锁平模式 长按空白处 然后左右滑动 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主题 右下角有一个蓝色的加号 就可以新建一个主题 进入到新的墙纸之后 它上面是有几个大的分类 分别是人物 照片 照片随机 emoji 天气 天文和颜色 这个人物你点进去 它会在相册里面帮你标记出一些 它定义为是人物的图片 比如说这张照片 它会自动帮你抠出来 然后放在你锁平上 可以看到它这个抠的还是算是非常好的 我两三根头发丝都抠出来了 而且它不仅可以抠iPhone拍出来的人像模式 iPhone拍出来的普通照片也可以 像我这张就当时拍的不是人像模式 就是普通的照片 然后它也可以通过算法 帮你把人抠出来 甚至不是iPhone拍摄的照片 那你其他方式存在你相册里的图片 也可以抠 反正我觉得它这个抠图 抠的还是挺厉害的 它基本上会让你每张照片 都呈现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你的头会稍微挡住一点这个时钟 就一个立体的感觉 那我们出来 回到这个字定 那像照片和照片随机选择 这两个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它就是选择一张你喜欢的图片 把它用作壁纸这样子 然后随机显示就是有几张照片 它会一直的换 然后Emoji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到的主题 然后天气 点进去可以显示你现在所在地址的天气 像现在我们是大太阳天嘛 5点多钟太阳还没落下去 所以你看到就是一个 已经在边边的一个太阳 然后天文你就可以选择地球 然后地球细节 这个是月球 月球细节 还有一个叫太阳系 5种B值你可以选择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那这个主题你可能会非常喜欢 最后这个颜色呢 如果你是喜欢纯色星人 那我估计你会挺喜欢的 因为点进去 它会让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个颜色吧 我找一下它 蓝绿色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颜色 然后你左右滑动 它会根据你选的这个颜色呢 给你做出几个渐变色 每一个应该都可以算是配的非常好看了 就非常苹果 OK 那新的壁纸呢 除了好看功能性提升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现在的锁屏呢 它打通了专注模式 你们看啊 我们现在点击编辑壁纸之后 每一个壁纸下方都有四个字 专注模式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 咱们现在呢 可以给不同的专注模式 配上不同的皮肤 然后将它们俩锁死 这样呢 你之后想选择对应的专注模式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选择对应的皮肤 就可以快速选择到它 比如说啊 我现在做了一个这个非常粉嫩的 一个恋爱的主题 那我要点击它下面的专注模式 我就可以把它关联到这个对应的专注模式 比如说这个爱心是我设置的恋爱模式 我点它 然后这样呢 你就会在它的最下方看到这个爱心 它们俩就关联上了 那我只要切换到这个主题 我的手机就会自动进入这个恋爱的专注模式 那同样的iOS16中呢 专注模式也是有升级的 现在呢 你可以在专注模式里面 去做更精细的过滤 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健身的模式哈 在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允许通知的联系人 然后允许通知的APP 再出来之后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专注模式过滤条件 你点进去 可以去添加对应的APP过滤条件 包括日历啊 信息啊 邮件啊 Safari啊 这些都可以去自定义 其实这个专注模式啊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还是很友好的 比如说啊 我随便说一个场景 很多女生呢 她们可能会想要自己的男朋友或者伴侣啊 把双方的合影或者是她自己的照片 设置成屏保 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 他们男生呢 其实也还挺好的 但是他们的工作啊 可能在工作的时间比较严肃 他们也不是很想说手机一掏出来 然后是一个比较私人的照片 但是他们又不想自己的另一半生气 然后就还是挺尴尬的 那像现在呢 你就可以设置两个模式 一个是工作模式 你可以用一些看起来就比较man的图片 什么天文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你可以再设置一个家庭模式 那可能就可以用上你们俩的合影啊 或者是 另一半的照片 根据不同的场景去做一个切换 这样呢 既可以让另一半开心 也不用担心在工作上 被别人看到太多的隐私 会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OK 那我们接着说 iOS16呢 有一个非常威力威气的小升级 就是你现在的iMessage 可以支持撤回了 并且你可以直接去编辑 你已经发出去的信息 那我们做一个测试 嗨嗨 发送了 诶 我发现我打错了 后面那两个嗨嗨不想打的 我就可以长按它 选择编辑 你好啊 发送 然后如果说我发现我还是发的不对 那么我可以再次长按它 然后选择撤销发送 这条信息就没了 当然这个直接编辑呢 我就会更加方便 希望某些小而美的软件 赶紧学习一下 还有呢 就是邮箱的升级 现在你不仅可以定时发送邮件 如果说一不小心这邮件发的有问题 你还可以选择撤回 相信这个功能 对于如果说你经常使用邮件这个APP的朋友 会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下一个就是iCloud现在支持共享图库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直接把某个图库共享给你的家人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在里面去进行一些照片的编辑 也会直接同步过去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家人只需要有一个人回P2就可以了 另外呢 iOS16对于隐私的保护我有再一次的提升 那默认环境下 如果说你去分享一个链接 你每次分享 它都会有一个询问 你是否允许这次粘贴 比如说 我想把我这个视频分享给我的微信 它就会提醒我 微信想从bilibili粘贴 允许还是不允许 如果说你选择允许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发给谁 另外呢 在这个隐私与安全性中 它增加了一项安全检查功能 那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和一些 不想再关联的人 或者是APP 直接解绑 我觉得这个功能 对于某些情感里的POA 甚至家庭暴力 都还会蛮有效的 那点击这里 管理共享与访问权限 你就可以进入 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看到 已经整理好的 你现在所有的共享情况 比如说它的步骤一呢 是你现在有共享的一些人 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和Jelid有共享备忘录 然后查找备忘录 这个信息呢 你点进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两个人可以查看你的位置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访问你三个备忘录 你可以访问其他一个人的两个备忘录 就给你列的非常清楚 比如说你想看 到底是哪两个人可以知道我的位置呢 你就选它 然后点检查共享 好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人 他是可以看到我的位置的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人我并不想他看到 你就选择他 然后点击这个停止共享就可以了 我现在不想修改这些 那我就不选择他们 然后我点击跳过 就可以进到步骤二里 那步骤二呢 是主要针对App的访问权限的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所有App的访问权限 就他们都需要一些 你的什么权限 比如说像吃不饱 你点进去看 吃不饱用了我的蓝牙 位置 麦克风 相册 照片 健康 本地网络 等等 如果说你想要修改什么 你就直接在这里勾选上 然后选择停止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不想要 你可以点击跳过 然后会进入步骤三 那在这里 你就看到了我 所有登录我Apple ID的设备 因为我可能手上的设备比较多 所以我这些比较多 但如果说你们手上 没有那么多东西的话 你会很明显就看到 这个iPad 并不是我的 为什么登录我的账号 那它是不是可以 直接共享到我的什么信息 你就可以从而发现 有一些不得已近对吧 你比如说觉得 这个iPad并不是我的 你就可以勾选上它 然后选择移除所选设备 就可以跟它解约 那这个功能的升级 我觉得最好的点就是整合 以前如果说 你想关闭这里提到的 所有的权限 那你可能要把设置 翻一个底朝天 才能把它们找齐对吧 但是现在它们都被整合 在同一个菜单里面了 所以说你要想去进行修改 就会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应用性上 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 iOS16这次 在健康中加的一个新功能 点击进入健康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用药 在我看来 如果说你需要长期服药 或者是一天要吃很多种药 再或者你的家人 可能有上述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功能 对于你而言 会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们点击进去 你可以往下拉 然后点击这里 添加药物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一个药物的名称 比如说感冒药吧 然后下一步 你可以选择你这个药是什么样的形状 那胶囊 药片 液体 或者是外用 如果说这些都不是 你还可以往下拉 下面有一个更多表单 乳液 乳霜 凝胶 吸入剂 喷剂 栓剂 泡沫 注射 低级粉墨设备 贴剂 软膏 等等 我相信这些中间一定有你药的类型 那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它是哪种药 比如说我觉得它是一个胶囊 那我就选择胶囊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让你去添加这个药的规格 就是它一粒药里面有多少毫克的有效成分 你可以点击这个选择单位 这里面有一些常见药的单位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或者说不需要填 你也可以选择无规格信息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 然后它会问你 你何时服用此药 那你需要设定的就是你的服药频率 以及每天几点钟吃药 因为我知道很多长期吃药的人 他们是需要每天在固定时间吃药的 比如说每天 那你可以上面就选择每天 然后在下面你可以添加一个时间 比如说7点半起床 那就是7点半要吃这个药 比如说在这里你点击这个数字 你就可以改成一粒胶囊 或者是两粒胶囊 然后你再点击下一步 它会让你去选择这个药的形状 因为我们刚选的是胶囊 那我们就选一个药的形状 然后你再点击下一步 你可以选择你胶囊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左边 有的人可能是左边是绿色的 右边是一个红色的 那选出来它就大概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你甚至可以改变背景 比如说你觉得黄色我比较好记住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样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可以添加名称啊 备注 然后点击完成 它就会帮你设置 然后每天在你设置的那个时间 它就会给你发提醒提醒你来吃这个药 那这样看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功能 就是一个吃药软件嘛 一个提醒软件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是觉得它做的算是非常精细了 就是像在这个地方呢 你甚至可以选择一粒药 还是1.5粒药 还是1.75 你可以写非常非常精细 那频率你除了每天 你也可以选择每周特定的日期 比如说1246或者是135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固定间隔 比如说隔一天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一些长期吃药的人 他们每天吃的药量不一定一样 比如像我妈妈在吃的一种药 它就是第一天要吃两片 第二天要吃1.75片 那正常的情况下 你很容易记混的 就有的时候你记不清 我昨天到底吃了两片还是一片 就很难记 然后像它现在就会根据日子去记 比如说单数号 1号我就吃1.75 2号双数号我就吃两片 然后3号我就吃1.75 就看每天的日子 但是这样会有一个bug 就是在于你每个月的1号前一天 它是单数还是偶数 它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还是最终会导致你的吃药 不是那么精确 那这个呢 你就可以这样去设置 比如说在这里啊 你选择隔一天 然后呢 开始日期你就选择今天 你可能这里面写两片药 然后完成了之后呢 你再进来 你再添加这个药片 选择1.75 然后时间呢 同样选择隔一天 但是起始日期 你从明天开始算 那这样子 你把它全部都完成之后呢 你就会像我这样 两个每隔一天的药 然后这两粒药呢 它的片数是不一样的 一个它会告诉你是1.75 然后另外一个 它会告诉你是两片 然后所以你这样吃起来呢 它会每天早上提醒你 你今天到底该吃1.75 还是两片 非常的贴心 所以我个人是真的 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而且就感觉非常苹果 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功能 它被塞在健康这个app里面 然后包括发布会上 也是浅浅的提了几句 并没有说花了非常大的笔墨去描述它 但当你实际上 去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基本上能遇到的情况 它们都考虑到了 就你作为一个用户 你会感觉 嗯 确实是蛮贴心的 所以啊 如果说你可能一小段时间 或者是长期需要吃药 再或者是你最近 比如说受伤了一天要吃好多种药 然后你也经常计魂 这个吃没吃 那个吃没吃 我非常建议你们去使用这个功能 真的很好用 然后如果说你有apple watch 还可以配个手表去使用 这样提醒会看起来更加的方便 那最后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更新 比如说现在 AI的语音识别更加精准了 而且它在识别的同时 这个键盘并不会消失 也就是说你还可以同时去进行打字 还有就是 现在你终于可以查看你的WiFi密码了 虽然说啊 iPhone和iPhone之间 本身是支持共享密码的 但是你总有朋友用的不是iPhone吧 然后有的人呢 他的密码可能很复杂 他也不会去记得 所以每次有朋友到你家的时候问你说 你的密码是什么 就会很懵 就大家要一顿找找半天 那像现在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你可以直接复制它 发给你的朋友就搞定了 然后呢 就是现在的iPhone它支持 横屏Face ID解锁了 当然虽然说我也不知道 它具体在什么场景下有用 不过之前我们老是吐槽它横屏不解锁嘛 反正现在可以解锁了 那在某些你可能把手机横屏固定着的情况 可以直接去解锁 你不用这样把自己斜过来 应该还是挺有用的 最后呢 还有这个实况文本功能的增强 现在如果说一段视频 你就可以直接对里面的画面去进行翻译 或者说单位的换算 拍照的时候呢 也可以直接进行翻译 并且啊 现在你手机里面拍到人也好 动物也好 只要这样按住它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画面直接拖出来 它就帮你把这个图像整个抠好了 人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要抠这个 我就可以直接把我自己拽下来 然后往这里放 嗯 它就把你抠好了 这个就感觉可以 非常科技 现在第三方软件都用不上了 不过你们要注意啊 就你想抠图的时候 不能太重点 因为太重点它会直接激活你的live photo 你要快速点一下 比如说点住它 就把它拽下来 这样你就可以另外一只手去操作其他的 那就可以把它拖出来了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使用iOS16一周的体验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那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iOS16的问题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 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